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入广 好 我要赶快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今天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焦点呢 真的很八点档 在这个保龄茶室的中毒案方面 现在呢人数不断攀升 来到了19人 那刚刚最新的动态就是这个负责人 还有这个店主呢 店长已经被限制出境出海 另外就是触发布今天早上被开了三枪 现在呢一路追查说开枪的是民宿老板 还扯到有八点档的女星 等一下进一步提供给大家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 我是黄立凤 新闻开始关注的是台北市新医区 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越演越烈 现在受害者呢已经来到了19人 其中两人不幸死亡 还有五人命危在家户病房抢救当中 台北市长蒋岸说 市府呢已经访试了受害者跟家属 发放了慰问金 同时也针对保龄茶室负责人 启动了架扣押 包括案发的果条 盒粉 还有相关整个料理过程 所使用的各项食材 包含料理包等 做全面的清查 也已经约谈了四家保险业者 也全面的检视相关保单的内容 以及理赔的范围 那也要求限期两日内做回复 同时只要家属同意 保局会全力来协助 甲扣押的申请 社会局也已经完成全面 所有家属以及受害者的访试 社工人员也都对接 那必要时也提供 包括警察救助 心理资商的各项协助 那也已经发放慰问金 而两名死者 今天是由新北地检跟士林地检的 检察官会同法医进行解剖 39岁女性死者的妻子挨伤呼吁 要尽快地找出真相 我在先生死亡的当日3月24号 第一时间选择报案 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 司法机关 可以还给被害者 被害者的家属们 一个公道 这起严重的食物中毒案 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说法 关于治病的原因 法部长蔡清祥表示 解剖取得检体之后 会同机关署台大跟荣总 读物检验中心要共同查明 是朝着人为或者是实案方向做调查 蔡清祥说各种可能性都会查 很快的就会有答案 那么最新是台北地检署 已经对负责人李仿轩等3人 限制出境出海 保密到家 美国众议院的特种作战小组 抵达台湾访问 今天见了总统蔡英文 还有准总统赖清德 蔡英文感谢美方不但透过了 国防授权法协助台湾 强化访问能力 同时也纳入对台军援预散 加速了军备交付 张伯仲报道 总统至此时 首先欢迎伯格曼主席再度来台访问 他感谢大家以行动展现 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 并指出 这几年台湾持续落实国防自主 推动国际国造和国建国造 向世界展现自我防卫 以及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 借这个机会 我要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及国会 在去年底 透过国防授权法 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 那这个月 美国刚完成立法的 2024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 也纳入对台湾的军援预算 并且将加速军备的交付 来支持台湾 持续深化台美的伙伴关系 蔡总统还提到 除了安全领域的合作 近年来台湾和美国 也积极推动经贸交流 他期待访兵能继续发挥影响力 协助台美早日解决 双重客室的问题 促进更紧密的 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 而伯格曼至此时则提到 台湾是美国 在印太区域的关键伙伴 这次到访 是为了展现美国国会 对台美伙伴关系的支持 未来也将继续让其他国会成员确信 这种战略伙伴关系 对于区域未来的安全至关重要 这也包括台湾强健的海上战略 以及双方如何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以抵制中国在这个区域 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行动 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美方访问台湾这回时间点敏感 520前夕又是台海情势升温之际 台美双方事前都是保密到家 一直到昨天深夜大概11点钟左右 访问台人员落地抵达台北之后 才对外证实 官兵明反真实的上演 54岁的张姓男子早上到了 树发部大楼连开三枪 随即遭到警方逮捕 根据了解这名男子 他是在南投县仁爱乡的 清静地区经营民宿 声称因为不满民进党政府操作 抗中保台 陆克来台受限 害他赚不到钱 而树发部又只会乱发钱 搞大内宣 所以才会犯案 更多内容稍后提供 休息一下进广告 中广新闻网最新节目资讯 周一到周五 有没有觉得这个树发部今天大楼被开枪的事真的是吓死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案件的背景底下 现在有更多更多的内幕 还有人家这个刑犯的为什么要拿着长短枪 冲到树发部去翻案 那么更多的这个案情呢也被揭露出来 那刚刚看到最新的就是说 除了他民宿经营困难 跟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政策有关以外 他同时也提到 就是说在这一波的这个民宿经营当中 除了政府的抗中保台啊 还有这个陆克团跟大陆的旅行团 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那么先前他投入了好几百万元 现在等于说是打了水漂 还看到他脸书发文 我们去追踪看到 在他到树发部呢去作案之前 他脸书还发文贴了一个小丑的照片 大家有看过这个小丑的电影吗 就是这个小丑的剧照 那也显现说他心里头 其实有很多的情绪的这个冲击 另外保林查氏的这个中毒案 今天这个受影响的人数不断的增多 已经来到19人 这个案子真的很离奇哦 六点新闻夜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夜 我是黄立凤 中午新闻夜呢 从傍晚六点钟 陪伴大家整整一小时的全新闻 到晚间的七点 好 在这个时段当中呢 提供给你包括有政治国际财经名声 今天国内外重要的新闻焦点 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由唐凤担任部长 地点位在台北市中正区 盐品南路的数位发展部办公室 今天惊喘遭到枪击 时间早上大概十点钟左右 这个行凶犯案的是一名张姓男子 他今年54岁走到了数发部的门口的时候 他掏出了预藏的两把枪 一把长枪一把短枪 对着大门射击 那么现场大门玻璃碎成细玻璃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呢 这个案子后续引发了很多的关注 包括了数发部呢 遭到枪击的地点 距离总统关底非常近哦 只有700公尺左右 而且犯的枪支都已经上膛了 令人恐慌 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 处理搜证 也将这名枪手逮捕 他说自己就是在亲近地区 开民宿的老板 因为不满政府的政策问题哦 而且他也认为说 数发部这几年来乱花钱 包括呢 经常性的出国 还有只会做大内宣 他觉得这个政策方面是有错的 所以跑到现场去开枪泄愤 那么这起枪击事件呢 也是我们政府部门 遭到民众持枪射击的第一例 而且我们刚提到距离总统关底 非常近只有700公尺 在今天也引发了恐慌 好 那么刚刚傍晚最新的一个案情发展 就是这个张姓男子呢 他在亲近地区所经营的民宿 其实还蛮有名的哦 而且他的这个前业主 他是花了大概300多万元 从前业主的手上 接下了这间民宿 前业主 前老板呢 这个据说呢 是知名的八点党的女星哦 那这女星嫁到台中以后 就跟丈夫买了这个民宿经营 之后就来转手 那现在呢 是由这名张姓男子所经营的 持续关注的是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的儿子呢 在国安局任职 今天被媒体提报说 染黄了 召记 更疑似有他自己所写的新的内容啊 还有20多张 跟应招女郎的合影照片 还有性爱影片外流 对此国安局说 已经立案调查了 会秉持勿忘勿纵的原则 来厘清案情 国防部也回应说 邱国正部长 愿意配合调查厘清 来营立委王红威 在笑直译说 哎 时间点也太敏感了吧 现在就是在520的前夕 是不是民进党内 大家抢位子抢太凶了 有人在基于国防部长邱国正的位子 所以借此来爆料 逼迫邱国正下台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持续加强国防能力 日本媒体报道说 日本指定了 全国有16座的港口跟机场 进行扩建 还有升级计划 在现今变数越来越多的 地缘安全局势当中 来担任备用的紧急中心 让日本的自卫队 还有海上的保安厅 可以更加便利的 运用这些的设施 强化防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这当中有两个地点临近台湾 我们先来看看在机场的名单 总共有五座机场 都在日本南部 其中有一座是冲绳的纳坝机场 其他四座机场全部都在九州 分别是北九州机场 宫崎机场 长崎县的长崎机场 还有福江机场 港口的分部则有11座 在这16座的机场跟港口当中 冲绳的纳坝机场跟石渊港 对台湾来说是更重要的 因为相对靠近台湾海峡 其中石渊岛距离台湾 算算这个直线距离只有230公里 如果说你把这个台湾地图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这230公里的距离 比台北到高雄还要紧 前总统马英九下个礼拜一 4月1号开始 要去中国大陆访问11天 传出说马英九跟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的马席会 即将在4月8号在北京登场 香港媒体报道说 在马英九之后 现在还有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正在接棒 还点名说是已经卸任 层级极高的台湾重量级人士 会去北京访问 也会跟习近平来见面 现在媒体来点点名了 先点到的是前副总统吕秀莲 不过吕拜已经否认了 强调完完全全没有这件事 笑传出还有一个被点名的 是先前被这个前总统陈水扁盛赞 是太阳花之父的前立法院长 王金平是可能的人选 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 洪蒙凯说 目前为止并没有接到 王金平要访问大陆的消息 不过呢 只要是促进中华民国两岸和平稳定 都是正向看待的 根据了解 王金平在最近呢 确实有一个计划要到大陆去 他是要去大陆的山西舞台山去参拜 来看看王金平在过去 四年前2020年的时候 他曾经一度有机会 帅团要访问大陆 所以现在传出这个讯息 就让外界有很多的想象了 不过是否王金平 就是现在香港媒体所报道的 这个已经卸任了 层级极高的台湾政坛大咖 还有待观察 台北市新一区保林查氏 疑似发生了食物中毒案 到现在呢累积了19名的个案 台北市法务局在今天傍晚 找来了保林的负责人 跟国泰产险单位开会 讨论的就是善后赔偿事宜了 那么现在也爆出说 保林先前有跟国泰产险投保 两张保单都已经过期 网友就起底说 这个保林董事长李仿轩呢 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过去曾经在台湾开了旅行社 后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关门了就转战餐饮业 现在呢爆发了食安危机 而现在保林的中毒案 已经造成两人不幸死亡 还有五人命危 中毒的原因还在查 这期的中毒案举过关注 今天在立法院呢 也成为立委直询的焦点 我们来了解的是民进党自家立委 林淑芬今天在立法院炮火相当猛烈 典型的症状在食物中毒里面非典型 那我们大家都是个案自行看到新闻去通报 居多居多啦 那我们在制度面没有说检讨一下 如果第一线看到发现奇怪的非典型症状的 大家要有一个通报机制 免得一个小吃摊在一个社区抓得到 一个学校食物中毒很明显 可是这一种样态 今天这一种样态 未来在制度面要怎么会知道 如果这种事情未来怎么可以 还可以接住 不是透过爆料 对啊 这个还是在通报上 通报的整合啦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有 那什么状况才要通报 什么状况不用通报 医院是24小时 如果有两个以上同时发生的就要通报 那也要同一家医院有两个啊 对对对 或者是说有死亡的案例的话 这个应该就要通报 我们刚刚所听到就是今天在立法院呢 民进党自家立委林淑芬炮火猛烈 那么打巡的就是 卫福部长薛瑞源 而薛瑞源呢 面对这个立委的质询 还有举国的关注到底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 这个保龄茶室的中毒案 他说呢 有两种的可能性 现在呢 是朝着内生性 还有外来添加毒素的方向 在进行讨论 那么比较高的几率呢 是米酵菌酸 也不排除有人为下毒的可能性 薛瑞源说 那目前来讲的话 专家的这一个讨论的话 大概比较不偏向是第一类的 微生物的 从这些病人的过程 所以大概现在是往后两者的几率 那去做讨论 现在的话就是如果是内生性的 其中有一个 米酵菌酸 对 我们都叫它VA 就是说这一个东西 看起来引起来的 这一个症状的过程 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这个因为在台湾没有发生过 所以目前我们正在跟国外 订这个标准品 那有了这个标准品才能够做这个的检验 好 会整这个专家学者 还有卫福部的这个调查 目前的倾效造成了这一次保龄茶室中毒案 极有可能 就是先前在台湾没有发生过的 叫做米酵菌酸 好来关注的就是保龄茶室的中毒致死案 目前呢 不只是考验着民进党政府的食品安全网络 同时呢 也是对台北市长蒋湾执政跟拆弹能力的一大考验 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中广资深记者张伯仲 来提供第一手的观察 伯仲上线了吗 上线了 立峰晚安 亲众朋友大家好 好提到蒋湾市府团队 最近是接连的面对考验 先前呢 是从一岁男童凯开 被保姆虐死案 然后呢 之后就是前任的柯文哲 跟蒋湾所爆发正面对决的台志光弊案 还有这两天还在延烧当中 死伤连环报的这个保龄查是中毒案 伯仲来观察 蒋师傅的这个应对跟处理 蒋湾的拆弹能力有升级了吗 先讲结论 从他目前种种 这个第一时间回应的敏感和警觉程度来看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其实除了主播问起的这三起重大事件之外 大家印象同样深刻 我认为至少应该还包括了 2月20号发生在新北深坑 我们知道是某家工厂库房的大火 把门烧 有没有 邻近大范围区域 甚至还包括台北市文山区都出现了空气污染 那立军民忍受了一整晚的恶臭 不过很多当地的里长都反映说 迟迟都没有接到北市府的疏散 或是关闭门窗的通知 直到早上6点钟才看到蒋市长 他在他的脸书上po文 连带也让蒋湾被人质疑说 过去十多个小时空白 北市府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一致都认为 蒋湾本人根本就是慢半拍 当时已经社会上已经批评过了 尽管他不断强调台北跟新北市府 其实都一直有在联系 处置过程 包括怎么样避免去复燃 怎么去检测漂染的浓烟 空气对人根本是无害 至于呼吁当地民众出门应该派在口罩 他们都有很认真在做 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些 民众未必看得出来 但是大家确实不断忍受 呼吸恶臭难闻的空气 这是千真万确的感受 你不能否认 那么最后呢 就是三月中上旬爆发的 这个又从凯开被保姆灵涅致死案 对不对 其实这个案可能发生更早 早在去年12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除了中央 卫福部以及这个地方双北市 被外界认为责任互推 互相推诿 以及去检讨社福机构 展介责任之外 不少人应该都还记得 但事件被踢爆 从一天还发生一起事件 就是某家这个私立的商与学校 小车在台北市文山最道内翻覆 对不对 当时造成15个人送医嘛 对不对 伤势都还好都不严重 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 当时呢 包括新北跟台北两位市长 蒋王安跟侯友宜 他们第一时间直冲翻车的现场 也让他们的行情瞬间翻车 为什么 因为贵地学校车祸 今天动力不敢怠慢 但是将对于此 那位可怜无告 没有人承袭的凯开 兄弟致死 却足足晚了一天 才看到有人出面海心痛 最后回想 真的不要都归咎那些什么绿媒 或者青绿网军 天天吹毛求知 天天鸡蛋挑骨头 我们知道 我们处在像这样一个 及时影像全都录的年代当中 连这一点起码的敏感性都没有 我可以说身边的核心幕僚 真的有点不及格 确实要上警发条 没有错 对 刚刚立凤也提到 这个财智光 紧用监视系统 其实也是一样 搞到现在 我们看到 风暴核心 应该是原本核心的柯P 他占尽便宜 还很 自然说 蒋安知道自己失分 就开始到处破分 搞得讲 让大家一起烂脑 但是 其实这几事件 还有比较复杂的地方 在什么呢 就是蒋安必须要去面对 前任柯师傅 卸责展开板击同时 多少还得顾虑 榴弹会不会找到很多自家人 就算是这个同党 市议员陈崇文 不用讲 他深爱明确已经被收押了 他不用管他 但是另外传出 比如说 有好几位来因市议员 乃至于党主席的家族成员 虽然当事人变成 这个过年前的陈宁网 是早已退出了 甚至还包括 前任 更前任的市长 郝龙斌 更不要说 一旦事件可能会导致 蓝白如果全面开支的话 他会不会又接到来自党中央 甚至国共党立院党团 会要求他 雇权大局的关切电话 是 这些可能都会让蒋文安 跟前顾后 所持右处 所以 也可能风轻变势主 而让火灶到最后 延伤到自己身上 这也可能是一个很大原因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 最近发生的这个 保林茶室 这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保林茶室这个众主案 对 所以 这过程太惊悚了 也太理解 刚刚利凤播的新闻当中 很明显听出来 直到今天卫福部 到底是所谓的这个 因为原料保存不当 产生的所谓米啸俊酸 还是有人刻意下毒 刚刚 市长还是没办法确认 对不对 王毕生还是没办法 说清楚 但是也就是因为 一切都如此不确定 如何去栽損管控 其实就更重要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第一时间该怎么让民众 不再人心惶惶 怎么让同时受到 冲击的相关产业 尽可能减少 持余之央 这些都未必 也无法等到 所有的 整个赵泽建并 完全出土之后 才开始启动 现在就必须要 开始前进部署了 没看到的 我们不说 大家看到的 却是讲完今天上午 还临时取消 原本排定 你知道他今天上午 要做什么吗 原本排定 他就要和侯友仪 年魅出席 捷运万大县 土城段的开工 祈福仪式 这是后来我们看到 临时改行程 参加今天的行程院会 对不对 而且会中 他还请求中央 他不会协助 能够加速 检验流程 尽快运行真相 这个没有让他加分吗 国众我打断一下 他今天改了行程 到了行政院参加院会 就是希望中央 跟地方可以同步 同时提供给地方 更多的量能 你来观察 今天讲完这个动作 有没有加到分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说太晚了 因为事发很久了 他甚至包括先前 他怎么去热令 他应该是到了 昨天他才下令 就是事发着 这家炮林茶室 必须要认令 全国所有分店的 一律企业 这个东西 其实可能都比当初 大家想象的 感应稍微迟钝了一点 直到第二位 不幸死者出现之后 他才开始 那更不要说 其他部分 跟中央合作 也许 刚开始还不觉得 事态有这么样的严重 但是 逐渐在累积 两死四病危 甚至总共累积 已经跑到最后 至少17位受害者之后 才开始得益风情 当然 你不要怪外界 从而把他多贴一张 漫漫拍的标签 所以 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 问题的重点 我特别要强调 未必是一位 他身为市长 一位首都的父母官 到底有没有把 每个重大问题的SOP 都处理到据信 反倒是在 应对社会各界期待时候 能不能讲出 大家最在意的关键点 讲出最有同理心的人话 而不是你的下属 对你承报出那些 什么兵有数据 构成的官话 比如说很多人 经常讲直白一点 如果你只摆出一副 事不关己的表情 或者是 不会不把赛 只是照本宣科 念出什么 派出几辆消防车 派出几辆政务车 动员多少警力 联系几家医院 医院所 多少人次社工 外界听起来 会像是准备 卸责的流水账 但是完全没有 适度表达出你的关系 急躁甚至焦虑 所以接下来等着你们 不要抱怨 那绝对是一场 公关大灾难 这个应该就是 外界常常讲的 这个是话错重点 那话错重点 就有后果出现 所以不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 老年呢 马银九政府 经常被外界痛批 是数据治国 对不对 像是年龄公布 什么经济成长率 有多高啦 犯罪率如何下降啦 但是很多人就批评 民众感受到的 都是薪水没有增加 评测差距不断扩大 那指标性的重大 犯罪事件实有所闻 这些当然 都已经当时 都被在野的民进党 拿来打做文章了 奉批那些什么 博士啦 教授阁员提出的 这些数据 完全都是 民众只感受到 看得到吃不到 但一样的东西 这种跟民进党 说严重脱钩 同样也出现在 蔡政府后来执政时间 也是天天在 什么股市 在破万点 在破高点 什么GDP如何 如何破纪录 不断的大内宣 对不对 所以下场就是 2022的九合一 2024的立委选举 很多人民都要给 执政党一个教训 所以很多人物 口中都说 他们很懂得 选能在州 也能复做道理 但是说过说 到底能不能 自我监测体力 我觉得 其实蔣政府 包括蔣万安北人 以及你的核心幕僚 在进行危机处理之后 应该要特别 随时警惕这一点 但是下次选战 可能就是很多选民 会用选票来教训的时候 这点不得不防 是是 好我们非常谢谢 中广资深记者 张伯仲 所带的观察跟分析 就像刚刚伯仲所讲的 讲人话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做人话呢 就是有温度的话 你看得到事实 同时呢 你也可以体察 民众所苦 了解民众的心声 讲出来的话 就是人话了 好我们也来更新一下 最新的数据 保龄茶室中毒案 死伤人数不断的攀升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包括了 卫福部食药署 跟新北市 跟台北市政府 都出来呼吁民众 如果你曾经到这家店 去用过餐 有任何不适的话 都出来通报吧 那么在今天傍晚 最新的数字 受到影响颇及的 已经有19个人了 其中两人死亡 五人命危 还在加护病房 抢救当中 而这一次的这个中毒案 也再度显露了 中央地方 还是不同调 而卫福部呢 26号采取稽查 也被质疑慢半拍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 今天就在脸书贴文说 中央地方正在忙着 积极调查 保龄茶室案的真相 可是呢 民进党的立委 吴思尧却误导了时间序 实在是太恶毒了 应该要跟社会大众道歉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说 台北市呢 是在24号发现个案的 第一时间真的 没有办法判断 是否是因为 食物引发了死亡 而卫福部呢 是在26号收到了 台北市政府的通报 立刻就动员了 专家跟防疫医师参与调查 由于这一次的案件形态 跟一般食物中毒的形态 很不一样哦 所以现阶段呢 他的看法是 大家还是应该要 齐心合力的 先查出原因比较要紧 而至于台志光 弊案在今天有最新的发展 这是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的岳父 高玉仁也说话咯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陈崇文涉嫌收受台湾智慧 官网贿赂 被裁定激押获准 民进党日前呢 则是开了记者会 点名台志光跟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家族的关系匪浅 而且呢 董事高玉仁也是朱立伦的岳父 对此呢 高玉仁家族委托律师 提出了三点声明来反驳 不过呢 明明显显的 高玉仁的这个声明来得太晚了 因为这把火已经烧了好多天哦 他今天的声明是说他从来没有投资台志光 也不是台志光的股东哦 对于造谣跟抹黑 他将会依法来进行追溯 另外是日本小玲制药 红麴机能性保健食品 爆发了肾脏疾病的问题 这个红麴的风波 现在呢 看起来很难聊 因为在日本已经有4人死亡 还有106人住院治疗 日本政府下令要专案调查 大阪市政府也下达了行政命令 要求小玲公司立刻回收100万件相关的制品 小玲制药呢 表示他们会跟已经跟他们买红取原料的52间厂商 会提供金钱的赔偿 这个赔偿金高达了18亿元日币 换算台币是3.8亿元 另外也颇及到将近有50%比例的保健品 受到影响层面骗击台湾跟中国大陆 所以日本说 也会跟世卫组织WHO来进行通报 中国广播公司 台湾有事 日本也有事 这个台湾的保龄茶室的中毒风暴 那么日本呢 就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小玲制药的红取原料 这把火从日本烧 因为这个原料也卖到了台湾 像大盐生衣大衣生衣都有些产品 现在微博官网还弄了一个专案区 大概有一百多件的产品 都已经中标 同时也烧到了中国大陆 因为很多人包含了这个陆克 还有我们台湾的民众 到日本去旅游 最喜欢逛的就是药妆店 那到药妆店干嘛呢 你会发现药妆店里头好多人 还特别找了会说中文的店员 来接待台湾团跟陆克团 告诉大家这个 你要买的这个药品在哪里 还帮你做结账 帮你退税等等 所以这次小林只要红举原料出包 那真是不得了啊 台湾真受到影响跟波及了哦 看看我们中文宴的这个好朋友 聊天是聊得好热闹啊 我看到了东宗常柱 Piece哥妙山还有秀卵 妙山谢谢妙山大厨 今天很精彩的晚餐 好好吃啊 志贤我看到你了 还有清卫知灵玉顺 谢谢大家 郑讯徐耀玲谢谢你 还有张俊 张俊好久不见了哦 好我们看到还有 今天的台币汇率呢 中场是升值了1.3分 以31.985兑换1美元 台北股市下跌53点 收在20146点 今天的成交量放大到了 4436.23亿元 柜台指数下跌0.36点 以250.58点作收 跌幅0.14% 日本股市大跌594点 40168点 跌幅1.46% 韩国股市下跌9点2745点 在港股方面上涨148点 16541点 大陆股市上海综合指数小涨 17.3010点 深圳城市来到了 9342点 上涨120点 涨幅1.30% 印度股市涨655点 收在73651点 今天涨幅0.90% 国际会价方面 欧元兑换美元1.0786 美元兑换日元151.41 1美元兑换7.2288人民币 黄金价格最新报价 已经冲破了2200美元了 现在最新报价每盎司来到 2205美元 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 好来看的台北股市 今天是由鸿海领军集团 各股强势表态 那么台积电在今天盘中表现 卖压就比较沉重了 中场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报告的 下跌了53点 收在20146点 也跌破了五日线 在这个美国的联准会方面 为了对抗通膨的飙涨 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 迅速升起维持在23年的高点之后 最近转向讨论说 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降息呢 联准会的高层官员说 因应令人失望的通货膨胀数据 联准会应该要缩减 或者是延缓降息 而投资人正在等待 美国最新的通膨数据 美债殖利率走低 再加上美股逢低买盘涌现 今天清晨的美股大涨了 将近有480点 那么稍后晚一点 美国股市开盘 到底会怎么样的表现 现在市场也在关注当中 在日本方面 最近这个日本银行鹰派的委员说 会继续的维持宽松 外界就解读说 那日盈是不急着要升息吧 引发了日元走扁 日股走升 那么在今天也重返了这个 今天是下跌了594点 不过还算是站在4万点之上 日本财务大臣林木军医就发表到现在最强力的口头干预 他说我们将采取大胆措施 对抗过度的波动 不排除任何的选项 那么他所说的大胆的措施 市场就解读极有可能 日本政府是要来干预会市的表现了 市场传出全球的PC龙头联想台湾分公司 最近要大裁员 可能比例会来到两成左右 有接近上百名的员工可能饭碗不饱 更有部门传出会整个被裁会灭顶 对于相关的传言 今天媒体关注联想的回应 不过到目前为止 联想台湾分公司并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跟表示 而对于说台北保龄茶是疑似食物中毒的致死案 两例死亡多人送医 那么他的这个公共意外责任保险的保单 被爆料说已经逾期了 因为台北市规定 业面积只要你是大于90平的餐饮业者 你就必须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每人体商最低保额是新台币600万元 单一个案的理赔上限是6000万 那么现在业者在保单逾期之后 没有继续保 后续该怎么样来理赔跟善聊呢 北市府是说呢 今天傍晚已经找了保龄茶室的负责人过来说明了 那么现在按照法令规定 所有的理赔责任呢 业者你就要自行来承担了 即将面临的就是下个礼拜一 四月份开始呢 我们要涨电脚 平均涨幅11% 虽然说立法院有这个蓝白提案 有一个排程 就是明天要来进行全面动涨电费的一个表决 不过呢 经济部的次长曾文生今天说 如果就算立法院表决通过真的要动涨电价的话 台电呢就必须要全数吸收电价的成本 那么原先想要补贴台电亏损的用意 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了 李仁月报道 蓝白立员党团提案立即停止调涨电价 并且要求新志愿责承相关部会 检讨信息能源政策 将交付这个星期五的立法院会讨论 面对这一党来势汹汹经济部次长曾文生 在行政委员后记者会表示 如果真的全面动涨电价 那么政府就必须持续补贴台电 那要不要全部补贴就值得思考 面对媒体诀问这是否代表将全民补贴电费 曾文生说目前电价低于成本 因此存在补贴的状况 而这次调整电价对有能力 以及电力比较大者有反应减少补贴 如果全面动涨 补贴就会没有意义 那如果全度都动 那我们这一次的用意就无法发生 那这个亏损是累积在台电 曾文生强调 过去要求农余业 学校和社福等族群不要涨电价 300度以下也把调幅从5%降到3% 显示审查会有做充分的考虑 他表示目前不知道 立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决议 有具体结果会再做回应 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提到了电力供应的问题 那么现在全球各国都在凭AI产业 你要凭AI产业 你就需要有大规模的电力提供嘛 对此何硕董事长佟子贤说 在各国大力发展电动车 还有AI晶片制造呢 都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 所以他说电力及国力 也就是国家的力量 面对新能源的趋势 佟子贤也说 何融合虽然呢 他是可望不可及的技术 不过就像是AI跟网络的趋势一样 来了就挡不住了 他说2018年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过 得AI者得天下 现在他要说的是 得何融合者得天下了 前东地市集团的总裁 陈友豪潜逃到海湾 他在台湾留下的欠税金额高到 有新台币4亿多元 4亿多元 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陆续呢 就把他名下 一些资产进行拍卖了 包括是陈友豪 这个以前台湾很知名的富豪 他位在台北市大指区 首泰大指的房产 还有18笔呢 是位在新北市 石定跟深坑的土地 时间已经确定了 下个礼拜二 4月2号要在台北分属 进行一二三联合拍卖会当中 要进行公开拍卖了 在他这个大指豪宅的部分 拍卖的底价新台币一亿元 那么在新北的石定跟深坑的土地 18笔土地 拍卖底价就来到有6亿946万元 现在在国内呢 总共有这个227档的投信 ETF挂牌交易 规模来到了新台币4.2兆元 那么对于这个ETF 最近在国内掀起的热潮 对于这个国内投资人 也一窝一窝蜂 大家都在争抢要买 尽管会呢 现在提醒大家 其实有四大风险 你真的要注意哦 因为ETF并不是定存的替代品 他说投资人呢 你一定要注意相关风险 包括有市场的风险 折价溢价的折溢价风险 集中度风险 还有高配息频率ETF 可能呢 就得要承担比较高的交易 还有配息的成本了 另外是这个财信传媒的 董事长谢金河也提醒大家说 现在ETF的风浪啊 最大引爆点就是台湾钱太多了 投资这个 大家其实要来看的是 长线的思维 可是呢 台湾人只想要赚快钱 就忽略了 现在呢 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 一定要小心咯 休息一下 你有买ETF吗 你有买最近最热的00939 00940吗 刚点到名的 939跟940呢 最近因为 940是下礼拜上市 939已经上了 那他的这个上去的价格呢 就不如预期吧 跌破了发行价 有这个投资人呢 就觉得说没有赚到钱 害怕赔钱 说要搞这个自救会 哎呀 这个情况真的是 你想要投资 那你就知道说 投资一定有风险吗 怎么可能 你每次投资 你都一定要稳赚不赔 没有这种事 那你或许会讲到说 那我心脏比较小科 我受不了怎么办 那可能定存 就会比较相对安全一点 最近央行不是在升息吗 对于一些定存方面 也会有一些波动 也会升息 像邮举已经涨上来了 可能这个幅度 没有你预期的大 可是就是稳稳的转 所以就看大家的选择 但记得 投资是真的有风险 这个风险 大家一定要省深的评估 祝大家发财了 好不好 一定要赚钱了 好不好 好来看的是刀宝宝 佩帅出现了 谢谢佩帅 好久不见 还有知灵 谢谢知灵 蓝牙元主播的爱健康频道 还有每一天都有更新节目内容 这是一个免费的频道 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来就在我前面这个QR Code扫一下 就可以订阅频道了 同时帮我们看一下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再充30万的订阅户 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加入订阅吧 现在时间来到18点40分 我是黄立凤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收看中广新闻院 中广新闻院陪您下班 陪您吃晚餐 一路陪伴您到晚间的七点钟 在我们频道上的好朋友们 请帮我看一下 YouTube频道是不是都已经按赞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 持续关注的是 世卫发展部办公室 今天被开枪了 连开了三枪 幸好人员无伤亡 可是这个警方后续的调查 已经逮捕了作案 开枪嫌犯张姓男子 这名张姓男子 其实他是在南投 清静地区的一个民宿的老板 他说他是对于 现在国内的一些政策 还有一些措施很不满 那么到底他说的 跟他确切的犯案动机 是否相符 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 跟理清 张伯仲报道 中正二分局分局长李献苍 说明案发经过 表示警方是在28号上午10点28分 接获民众报案 指称有人进入数位发展部并开枪 警方到场后 发现人还在现场逗留的张姓嫌犯 立刻预压制在部 并起出犯案用的散弹枪和改造手枪 割一把 子弹20多发 初步发现 嫌犯进入数发部后 分别朝录影监视器和数发部大门 总共开了三枪 造成数发部大门损毁 索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嫌犯的犯案动机 李献苍表示 至于这是不是一起预谋犯案 警方表示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目前所知张姓嫌犯前一天晚间就抵达北部 对于他的行车轨迹接触对象 以及是否还有共犯 警方正调阅监视录影画面 设法进一步厘清 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好 现在这个案件有很多的剧情 一路的展开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最新了解 这名张姓男子 他53岁 或者有一个说法是他54岁了 他在南投的清静地区经营民宿 还有登山队 他是在疫情之前 就租下了清静之心乐火庄园 做民宿的生意 而且这个民宿 其实我到清静去过 还蛮有这个小有名气的 那么前业主 现在媒体一路去爬 了解他这个前业主的身份 发现是知名的八点党女星 现在警方也带着搜索票 到民宿去搜索了 追查今天两把枪枪支的来源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说 这个被点到名的八点党的女星 她的名字叫做李佩玲 自由时报报道说 张姓民宿业者其实是更生人 她在20多年前 曾经设犯了强盗案入狱服刑 出狱之后 她从事民宿房屋跟登山带团的工作 最近这几年 她就在清静顶下了民宿自己当老板 她本来也说 她希望可以帮助其他的更生人 还有先前她儿子摄入到帮派 希望儿子也能够有固定的工作 那么没想到呢 今天她自己带着枪 到树发部前去开枪 也到有造成出 她自己可能会吃官司以外 那么现在还牵连到 这个民宿的前业主 还有家人 台北市知名的素食餐厅 保龄茶室 爆发了这个集体食物中毒 现在死伤人数不断的攀升 来到了19人被波及 两人死亡 还有5人命危 重症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 那么现在 卫福部的推测是 极有可能就是米酵菌酸中毒 引发 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也提醒大家 其实有两类的食物 不要重复加热比较安全 这是来自于 卫福部资讯处处处长 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主治医师 李建章医师提醒说 米酵菌酸比起了先人掌 感军毒是更猛爆的 他说短期内 你对于不是新鲜烹煮的 是重复加热的米 还有面 这些主食 大家一定要小心 也要避免 焦点继续来到立法院 立法院中华民国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友好协会 今天成立了 这个协会的会长 是国民党团的总照 傅昆琪 傅昆琪在致辞的时候说 今天创立这个协会 是希望国家跟东南亚 周边地区有更进一步的往来 他也提到说 未来立法院的休会期间 协会会从RCEP会员国当中的 东盟十国会开始进行拜访 意思就是说 立委要出国去了 先会到这个东盟十国 东南亚地区 之后就会往纽西兰 澳洲 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的一些会员国 去进行参访 范姓男子 疲劳驾驶 他用时速20公里的超慢速 在国道上行驶 被民众检举了 警方发现说 这名男子 他虽然没有酒后驾 乘没有酒驾 可是这个车子 他所开的车子 早就被调扣车牌 他还违法把车子开上路 除了开出一张罚款 要6000到36000元的罚单 那么可能 未来还会涉及到公共危险罪 而且最惨的是 他慢速开时速20公里的 这一部车呢 大家知道是什么样 品牌的车子吗 警方说是200多万元的特斯拉 现在因为这个男子 违规的关系 所以也要被没收了 店价快要调涨咯 下个礼拜一开始 平均涨幅11% 还没有正式调涨 物价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民众看得到的是 经济部跟台电 不断释出了图卡 解释店价调涨 影响有限 还做出有美花烘焙方 还有半夜烤面包等等 这个时间差价的问题 到底这个图卡之国 是在粉饰太平呢 还是他真的告诉你 有些省店的庙方呢 来听张家琪的分析报道 店价非律审议会议3月22号 做出决议平均店价涨11% 这个调谱比先前 外界盛传的10%高一点 但低于会议前夕传出的12% 不管幅度是否控制在 官方希望的12%以内 这一次产业跟民众同受影响 尤其住宅用店分4个极致全面调涨 330度以下住宅用店 更是民国93年以来首度调涨 执政党从大选后便开始营造 台电亏损营运堪优 要涨电价的气氛 为了向全民说明涨电价影响不大 经济部与台电更是使出浑身解数 制作各式图卡缩帖 从电价拍板的那天起陆续发布 不过举出的例子 不乏不合逻辑之处 例如北部连锁烘焙坊的电费 对照购物袋一个两元 涨幅有限 传承三袋牛肉面 每天电费增加三元 低于一颗鲁蛋15元 知名拉面店每天电费增加25元 而店里拉面加面就要30元 图卡一出烘焙业者大喊夸张 因为电费绝对不只有增加 这样民众才知道 经济部试算的是没有烘烤设备 只卖面包的门市 如果有烤面包设备的店家 调涨电费后 每个月增加电费1万多块 平均每天增加电费365元 随后经济部又出了图卡 只用电量多的面包店 可以在时间电价的时段烤面包 网友跟民众全部骂翻 住宅电费调涨 经济部指小家庭的涨幅 等于每个月两颗超商的茶叶蛋 经济部长王美花进一步说 如果是平数大的超级豪宅 才会达到电费涨幅10% 豪宅也许不在意10%的电费涨幅 不过用电量相对少的低收入户家庭 即便是每个月两颗茶叶蛋的支出 也必须斤斤计较 执政党长期习惯以图卡懒人包治国 这次涨电价如出一彻 清乎民众对于荷包及生计的感受度 只想粉饰太平 合理化政策 图卡越澄清 招来的越是反效果 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政策面拿出措施 降低涨电价的冲击 尤其让低收入若是家庭能够撑得住 以及如何在能源政策做出调整 让台电有效降低亏损 不需要再拿政府补贴 以及涨电价 补财务的窟窿 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由于中国大陆跟澳洲现在执政的工党政府 关系开始变好了 所以中共的商务部在今天下午宣布 从明天也就是3月29号开始 不再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相关葡萄酒 征收反倾销税了 好 所以等同先前的这个宣布呢 有关于反补贴税的部分 也不会再进行征收 前总统马英九即将出访中国大陆 有望跟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来进行马席二会 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召集人律师赖中强就说 马英九是叛国行为啊 对此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今天回应说 他要请问赖中强你是主张台湾共和国吗 主张台湾共和国主张台独的才是叛国罪 而金门有两位调客在本月17号的时候出海去捕鱼 因为碰到了大物迷航 结果被中共海警人员巡获救起 有一个是民间身份的已经先回到金门了 还有一个呢是金防部的生意军人 这名胡姓男子到现在还被留置在大陆 有人说这是人质外交大陆呢 故意把它留在大陆来跟我方施压 对此海委会主委广币领说 对岸应该很快就会放人了 而我方海巡呢也已经做好 随时要接人的准备了 美国东岸大港巴尔地摩跨港大桥的凯伊桥 在当地时间26号的时候 被一艘失去了动力的货柜轮撞击桥墩 哇 这一撞就惨了 这座桥呢断成了好多结 掉进了河当中 而且在桥上的好多的车辆落水 还有人员也落水了 目前已经知道就是有两人获救 还有可能至少六个人失踪 恐怕是罹难了 调查员说已经找到了 类似黑盒子的数据记录器 能够来厘清 当时断桥发生的确切原因 七海伦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大桥 遭到货轮撞坦塌 两名丧生的建筑工人尸体已经找到 而失踪的六个人被认为凶多吉少 他们分别来自萨尔瓦多 宏都拉斯 瓜地马拉汉 墨西哥 调查人员连夜登上了货轮 获取数据记录器 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表示 已经向拜登政府提出紧急救济资金的请求 拜登承诺 联邦政府将全力支持大桥坍塌后的 应对和复原工作 摩尔说 凯伊桥的倒塌是全球危机 他重申这座桥在全球贸易和经济的重要性 官员正在制定大桥的重建计划 环保署发言人指出 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燃油泄漏 有马里兰州参议员表示 政府将向任何对疏忽或不当行为 有责任的人求偿 官员指出 除了达里号货轮 还有11艘船被困在巴尔蒂摩港内 美国职邦巴尔蒂摩精英队 预计在周四开幕站为桥梁工人默哀 记者切海伦报导 提到了这起的断桥事件 因为今年开年到现在还没有满三个月 包括了阿根廷 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接连发生 货轮撞上了大桥的事故 导致人员死伤 或者是很严重的经济损失 到底是为什么造成这样的错误呢 这个部分有待继部调查 我们要先看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来确保航道的安全 像是专家就建议说 可以增设防撞跟修正航向的结构 如果你的桥梁是比较老旧的话 要紧速修缮 能够跟体型更大的现代货船 能够相安无事 这样子航运跟港口的安全 才能够与时俱进 而现在在巴尔蒂摩的 这个断桥事件发生之后 因为巴尔蒂摩是美国煤炭的重要出口地 每年它出口的这个煤炭量 高达2500万公顿 在断桥事件发生之后 就影响到当地煤炭的出口了 预估因为要修复的关系 可能这个煤炭出口 会被冻结有好几个礼拜 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 闭港的时间可能要六个礼拜以上 所以预估下一次开放的时间 可能要到五月份了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已经造成了三万两千多名 巴勒斯坦民众的死亡 美方在日前允许联合国 通过加萨停火协议 以色列总理尼塔亚胡 随后取消了高级代表团 访问华府的计划 一般是认为说 这代表着他跟美国总统拜登的关系 现在是来到了低点 而路透社引述官员的说法报导说 以色列要求美国白宫 必须重新安排 一场关于加萨南部城市 拉法军事计划的高级会议 这显然是希望可以缓解局势 这个月的13号在苗栗黎玉潭水库 疑似落水失踪的22岁流星男子 因为他先前呢 大家都一直找不到他哦 那么家属很虔诚 就在白沙豚妈祖南下静香的时候 拦叫跪求妈祖帮帮忙 可以让他们的弟弟早点回家 很巧合的是 白沙豚妈祖回到公天公后的第二天 这名落水失踪的男子 他的遗体就浮出水面了 被民众发现报警 这个案子呢 警方跟检方也已经在调查 跟响眼当中 继续来看的是在高雄呢 有一名男子 他在市场摆摊卖包包 卖的是仿冒品哦 那么被小港警方给查获了 违反商标法移送法办 温良葵报道 高雄小港分局警方接获 民众检局指称 小港取得零市场有摊贩卖夹的LV包包 远景就往查起 发现摊位上不但有各种款式的LV包包 还有香奈儿包包和皮夹 原价上万元到十几万的包 只要八百到一千两百元不等 吸引了一些婆婆妈妈购买 之所以卖得这么便宜 原来这些都是仿冒的山寨包 小港派出所所长陈宗静说 举信嫌疑人坦承在拋宝购买 以低于市价0.5至一则贩售 将由各品牌代理人 鉴定及出具鉴定报告后 含请地检署侦办 警方总共查扣三大箱96个名牌包 并且将55岁的徐信摊商 以违反商标法送办 警方说 经通知台湾代理商前往鉴定 初步确认都是假货 侵权市值至少300万元 将来如果代理商提出侵权赔偿 徐信男子可就赔大了 中广记者沃兰奎高雄报道 皮尔居新北国王队的球星 新台湾人戴维斯 大家记得吗 去年5月的时候 他跟他的前妻发生争吵 而且还一度在街头 有这个大打出手的状况 事后就被女方提告 家暴伤害罪 桃园地方法院今天一审宣判了 说戴维斯是违反了伤害罪 他判处拘役30天得益科罚金 这个案子还可以上诉 而国王球团已经声明了 尊重法院的判决 有关于戴维斯设案的部分 先把戴维斯暂停出赛 这段期间也会暂停他 去参加公开活动 中华职棒中心兄弟 今年球季主场开幕战 安排在台北大巨蛋 4月3号跟4月3号 4月4号就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四 对于台岗雄英二连战 预售票已经开卖了 领队刘志威说 4月3号跟4月4号 刚好碰上了清明节的廉价 预售票其实没有预期当中的热卖 希望两场比赛至少能够有3万人进场 现在门票还在继续销售当中 限量200席一席 3580元的VIP尊爵席 相当受到欢迎 也希望球迷们 大家来相挺我们的中华职棒的运动 4月3号 4月4号这两天的比赛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相挺跟支持了 天气方面不太稳定 今天晚间到明天有封面通过 北部东半部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 有出门的话呢 记得要带把伞备用了 休息一下 以上新闻由黄立峰编辑播报 这个来不及讲 但是没关系 只要把完整新闻提供给大家就好 谢谢大家的陪伴 这个中华新闻页 等一下我们会把影片留在YT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多刷留言板 流量很重要啊 真的是需要大家的帮忙啦 好吗 谢谢大家 另外播客呢 也会上传 谢谢大家 能够到播客去走走咯 感谢大家的陪伴 明天傍晚六点钟 同时见再会咯 谢谢您 拜拜 晚安晚安 晚安